接下來要上的是一個氧氣的性質叫做燃燒 我們國中教你東西跟氧作用叫做氧化 如果是一個劇烈的氧化作用產生光跟熱就叫做燃燒 未來高中會用別的方法給你解釋氧化 然後我們未來也會學到有一些燃燒不是跟氧作用 叫做劇烈的化學變化有光跟熱就叫做燃燒 所以燃燒一定是一個放熱反應它會產生光跟熱 燃燒有三要素要有可燃物要有助燃物要達到燃點 三個裡面去掉其中一個就燒不起來了 學測考過類似體 成語有一句話叫做驅途洗心 驅途把煙囪變彎洗心把柴火搬走 驅途把煙囪變彎就是讓它的對流不旺盛 這個算是減少助燃物 洗心就是把柴火搬走 就是沒有可燃物 所以沒有可燃物或者是沒有助燃物是氧氣 或者是在溫度很低 我們灑水的目的 就是要讓它水吸熱然後降低溫度到燃熱以下就不會燒了 所以三要素去掉其中一個就可以達到滅火的效果 那麼我們用燃燒法檢稱 檢驗氫跟氧跟氧化碳 氫是可燃的 燃燒的時候會產生淡藍色的火焰 在空氣中燃燒會有爆明聲 就是因為那個空氣體膨脹所產生的聲音 所以氫氣可燃 淡藍色火焰有爆明聲 而氧氣呢是助燃 所以可以使餘境復燃 就是那個剩下一點點的火呢 會再燒起來會餘境復燃 所以一個是可燃 有淡藍色火焰會有爆明聲 一個是會助燃 助燃會餘境復燃會讓它燒得更旺盛 而二氧化碳呢就是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主火會熄滅 現香會熄滅 請注意 不可燃不助燃的氣體很多 不能夠因為它不可燃不助燃就知道它是二氧化碳 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已經告訴你 有一瓶是氫氣 有一瓶是氧氣 有一瓶是氧氣 有一瓶是二氧化碳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不可燃不助燃的是二氧化碳 否則光瓶不可燃不助燃 你不知它是二氧化碳 那到底要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我們後面會教 重點 重點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會呈鹼性 非金屬氧化物容易水會呈酸性 但是氧化銅氧化鐵二氧化碳 放到水中拿來以後 這算是中性 為什麼是中性 因為它不溶於水 以前愛考氧化銅跟氧化鐵 最近有人會考二氧化碳 它們不溶於水 所以拿到水中之後是中性的 我要你背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碱性 背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酸性 但是考試的時候沒有人考這個 考試的時候都是用酸鹼質劑去考的 問你下列什麼東西拿到水中 會死碎式變紅 會死碎式變藍 都是用指示劑考的 所以你要背指示劑的顏色 正的是你第一次在理化課看到這個顏色 所以我第一次我直接寫給你 你抄下來回去背 下一次再出現的時候 就是我要問你的時候 我就問你 石蕊在酸中什麼顏色 鹼中什麼顏色 分泰在酸中什麼顏色 鹼中什麼顏色 我們考試最喜歡考石蕊跟分泰 幾乎沒有考過分紅 偶爾會考廣用 廣用中間寫個綠什麼意思 中性 中性是綠色 中性是綠色 OK 所以請你現在把這個顏色都背好 尤其是石蕊跟分泰 這個最喜歡考 幾乎沒有考過分紅 廣用歐爾會考 顏色背好 廣用指示劑紅成黃綠藍 越偏紅就是越酸 越偏藍就是越鹼 中性是綠色 把它背起來 然後有分紅 然後分泰 山中是無色 鹼中是紅色 石蕊 對 剛才跟你講這個 剛才跟你講這個 沒有人考 直接考鹼性和酸性的 都是考你下列何者何因此 所以是不是變藍 就挑 表示是鹼性 就挑金屬氧化物 而且不能夠挑氧化銅跟氧化鐵 OK 就這樣子 考這個 記好 好 然後 我們就介紹一個叫燃燒 第一個是鎂帶燃燒 會產生白色強光 所以已經叫鎂光燈 以前真的是用鎂去燒的 好亮 白色強光 好 會產生白色的氧化鎂 氧化鎂 氧化鎂融於水會成氫氧化鎂 底下所寫的鎂加氧變氧化鎂 氧化鎂加水變氫氧化鎂 這種氧氧化XX就是鹼性的 所以呢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 好 第一個是鎂帶 第二個是 鎂 鎂燃燒會有黃色火焰 產生氧化鎂 溶於水變成氧氧化鎂 所以下面寫鎂加氧 叫氧化鎂 氧化鎂加水變成氧氧化鎂 當然說過了 這個氧氧化XX就是什麼性 鹼性 所以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鹼性 鎂跟鈉都是金屬 然後氧化物溶於水都呈鹼性 下一個是愛烤的重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愛烤 從年烤年代到會烤鎂澀年代 都愛烤 硫的燃燒 藍紫色的火焰 藍色火焰 產生有刺激性臭味 有人說臭雞蛋的味道的二氧化硫 所以它是一個有味道的氣體 我說過了我們的氣體 大部分都無色無味無嗅對不對 所以有味道要備 有顏色要備 還有味道 刺激性的臭味 臭雞蛋的味道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溶於水會變成雅硫酸 二氧化硫溶於水會變成雅硫酸 所以我們考試會喜歡考你 它什麼顏色的火焰 產生什麼東西 有什麼感官上的事情 是會臭還是會怎樣 然後溶於水是雅硫酸 硫的燃燒 我們從古至今都很喜歡 所以你說背好 產生藍色藍紫色火焰 有精英臭味的二氧化硫 溶於水會形成雅硫酸 雅硫酸 OK 下面一個叫做碳 炭燃燒會生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溶於水會變成碳酸 我們待會教二氧化碳 是會再提一下 炭酸 就是你們喝汽水叫做碳酸飲料 就是它把二氧化碳灌到那個 糖水裡面 所以它就有氣 所以就會產生清涼感 就是因為那個二氧化碳跑出來的結果 所以碳酸 這件事要記得我們 一回來還會再提到它 碳加氧產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那邊碳酸 以上介紹了四個東西的燃燒產物 就請你把它產生的現象 產生的東西 溶於水變成什麼玩意 誰有白色的強光 誰有產生自機性臭味的氣體 就把它背起來就對了 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OK 請寫課堂練習